生活当中像女方这样的女孩子往往很吃亏 明明做了很多 到最后很有可能完全不被认得 因为你会给人形成一种错觉 你给予了男方很多 但是男方感觉到的不是给予 是赐予 你呵护了男方很多 但男方觉得不是呵护是看护 感觉完全不一样 给予别人是一种温暖 赐予别人是一种压迫 高高在上 呵护别人是一种温柔 而看护别人会让人反感 我们经常会有一种错觉 我也有过这样的错觉 就感觉不管在单位上还是在家里 当我被需要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特有能耐 特有用 同时我就觉得我有无上的权利 我就开始对别人于止气势 我认为我能够掌控一切 当有一天我不被需要的时候 我从那个岗位上下来的时候 权利开始退化的时候 我又会自暴自弃 觉得我是个无能的人 但是我感觉 这个时候我就 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什么呢 开始要求回报 开始自怨自艾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事业上的不被需要 恰恰恰证明你当初对他的奉献是成功的 他成熟了呀 他独立了呀 他总要自己闯啊 而感情上 你的被需要才是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事情 还有难方 千万不要把对方对自己的好啊 当成一种债务来偿还 你一旦有这个概念 有偿还的概念的时候 基本上就确定了等价交还 偿还就有一定的数 就有一定的日期 到了该偿还的那个日期和那个数额之后 请问你还拿什么来爱他 钱债一还 情债难藏 真爱无敌 不分多寡 就这样 这段时间我也知道 有时候确实是忽略了你 但其实 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能给你带来一点幸福 我也不希望我就一直这样靠着你走下去 其实 每天看着你为了我这样辛苦 其实我也挺心疼的 其实有时候 不是说不想跟你解释 我是觉得有的事情 就越解释越糟糕 就有一句话 很多人都听过 抓一把沙子 你捏得越紧 它就流得越快 所以我是个男人 我希望你放开 我放 让我自己放开去干 我会给你带来幸福 自己 我的要求很简单 你知道吗 我不想说像老师那样说 我不想当一个妈妈一样 或者是保姆一样在你身边 我只要求我们回到以前那样 什么事我们两个都说上来了 好好好好的说 彼此就是没有隐瞒 我希望你能在意我在你的身边 有那么一个女朋友 我也知道 其实这样做 我确实可能有点不对 但是我之所以不跟你说 我真的是怕你担心你 你知道吗 我想现在 我应该想想 我是不适合爱做你的行李人 因为一直 现在跟着我下去 我愿意 好 放下去 这一定要报道啊 你别想逃到到底啊 必须要报道 走走走走 手中握住一把沙子 钻得越紧就流失得越快 我们在画泼墨山水的时候 为了追求更美 恰恰要进行留白 爱情就是这样 需要彼此多留一点空间 才能够自由地呼吸 和调整自己的状态 用轻松的心态 去追逐未来 未来才能更美好 好在在节目中 这个女孩子意识到 女朋友和保姆是不一样 男方也认可了 今后做事情 要多考虑女方的价格 两个人选择了牵手 抱着价格 其实牵手只是开始 不知道现在的他们 过着怎样的情感生活